好 我們繼續看 他說 因為不離貪欲 不離愛 不離念 不離課 那這個就是 貪欲相續 貪欲相續它就會越來越深 越來越重 基本上是這個意思 所以會輪迴於色 隨色轉 若住若臥 不離於色 不管你動 勁 那麼行柱坐卧 你基本上都是帶著它的 就好一點像 你身上有一根刺 那麼你不落坐落卧 那根刺 都蓋你身上 沒有離開過 那有一天 那個刺 讓皮膚潰爛了 你開始感到痛 那越來越痛 就只有這樣而已 你想要把那個刺拔掉 但是你不曉得 那個刺 刺在哪裡 你以為是環境的問題 那麼你躺在那裡 那麼壓迫到那一根刺 壓迫到那一根刺 你就覺得這個地有問題 因為我躺在這裡的時候才會痛 我不躺這裡就不會痛 所以你就換一個地方再躺 那你剛好躺的地方沒有壓迫到 躺的姿勢不一樣 沒有壓迫到 你就覺得這一塊地不會刺痛 那這個有一點像什麼呢 其實它一直在你身上 它的根本是你身上有刺 無名刺 貪愛刺嗎 但是你不曉得 你有時候這樣躺不會痛 這樣躺會痛 你就覺得 這個這裡有問題 這裡躺的會痛 這裡躺的不會痛 不是這樣 那麼這個就跟我們怎麼樣呢 我們遇到這個人很生氣 講這種話很生氣 遇到這個人講這種話我們很歡喜 我們就覺得這個人有煩惱 這個人沒有煩惱 其實是你有煩惱 那麼這個是很常見的一種現象 你有煩惱 你的煩惱跟它相應 你有身上有刺 你的刺 你的刺 躺在這個地上 這個地壓迫到你的刺 它的煩惱壓迫到你的煩惱 就跟你相應了 觸嘛 然後開始有受想師 愛取有嘛 那源起就是這樣 無名刑 事 名色六路 然後跟程式相對的境界 開始有觸 觸 這個叫做觸 跟程式相對叫做觸嘛 觸之後就有受想師嘛 那它只是寫受 那後面就是受想師嘛 受想師嘛 受想師後面就是愛嘛 它其實就是 但是它源起只是想 行事 名色六路 觸 受 受 受直接就愛 但其實受就包含受想師 因為它是具有的嘛 其實是這樣 那麼 愛 愛沒有察覺它就開始直取 那麼就是這裡講的嘛 就是開始 有這個愛念可 就這樣 那麼就變成開始又發動 發動 以這個為主又發動 身口去造業 所以就行喔 那造業的當下是 以無名跟貪愛為根本去造業的 那這個就是源起囉 所以佛法基本上是 它講源起 講四地 講五印 講六處 講八戒 不過就是告訴你 你身心到底都是怎麼造業的 只是這樣而已 那你看清楚了 那我要怎麼樣才可以不造業 其實只是這樣 所以你讀了之後 你都要回去反觀 就是要反觀這個身心 就好像他跟你講 那麼繞著柱子而轉 那我們一個觀念一直在那邊轉 一直在那邊轉 看見這個人那一句話 那一句話讓我們天天想 竟然敢講我怎樣怎樣怎樣 竟然說我怎樣怎樣怎樣 我幫助你那麼多 你還這樣講我怎樣怎樣 一直想一直繞著 你的柱子變成那個人是 那一句話 那一件事 就是不離開人事物 你天天繞著它轉 若住若窩 我們叫做有時候廢情忘食 睡也睡不好 吃也吃不好 坐立不安 那麼嚴重一點就是 怒法衝關 血脈膨脹 但是出了家沒有辦法怒法衝關了 也沒帽子也沒頭髮 在家可能會怒法衝關 然後就 就變成若住若窩 這是你仔細想 到底誰跟誰過不去 是他來跟我過不去嗎 自己跟自己過不去 所以佛法也有第二支劍的比喻 別人言語傷害你可能只是第一支劍 那後來你反覆在那邊轉 人家用劍射你會痛 拔起來丟掉就是了 敷好就好了 沒有 你拔起來 竟然給我擦 給人用劍射我射那麼深 然後又擦進去 竟然那麼痛又拔出來又射進去 就天天想天天想 人家只傷害你一次 你天天傷害你那麼多次 然後這些痛都歸結到那個人傷害你 那到底是誰傷害誰 你好像 那如果是佛陀的話 連第一支劍都不送 佛陀的話 連第一支劍都不送 一個人罵他嗎 不是很有名的例子嗎 罵完了佛陀第一支劍都不送 如果佛陀講得比較好聽一點 沒有說他射他劍 他送他禮物 可是這個禮物我用不到 如果你送了人家很多禮物 這佛陀實在很會講話 如果你送了人家禮物 那個人都沒用到 他不需要怎麼辦 還給他 你剛才送我那麼多我都用不到 還給你 這個要學起來 這個佛陀太厲害了 這個要很心秉契合才能這樣 他連第一支劍都不送 那我們凡夫 就是能夠收第一支劍 然後就不送 那個就厲害了 就收第一支劍就好 第一支劍都不送 那個必須沒有煩惱才做得到 那我們有無名灘灘的情況下 受第一支劍就好 那有一些更離譜的 到死都受的那支劍的苦 拔都拔不出來 那麼這個是比較 就是我們說就是愚痴啊 愚痴是來自於無聞嘛 沒有多聞就沒有智慧嘛 那我常常講我們佛教徒 基本上在智慧這一塊 努力思維這一塊欠缺了 這也是因為我們的修行方式有偏差 因為我們的修行就是 念佛嘛 誦經嘛 遲坐嘛 拜禅嘛 不用想的 照著做就好 念佛也是這樣嘛 阿彌陀佛阿彌陀佛阿彌陀佛 拜八十八佛 照著念就對 也不用想太多 拜禅也是阿 你要想的就是 什麼時候要站起來 什麼時候要拜 那麼什麼時候要轉調 什麼時候要道佛 什麼時候要做 什麼要站 只想這個而已 其他道理都不想的 養成習慣了 你看我們的修行就這樣啊 再好一點像朝山 然後念佛啦 拜佛啦 辭咒啦 然後誦經啦 拜禅啦 哪一個需要想 不用啊 那甚至你多做幾次習慣了 根本不用想 就自然要念出來啊 你只要負責專注不打妄想就好 看是也打妄想 但是你如果能夠專注不打妄想 那已經很厲害了 就是好好念佛 拜佛中間不打妄想 但是也沒有思維的習慣 你看你的修行什麼時候再思維 就算你好一點啦 你打坐觀呼吸啦 也沒有再思維 也沒有再關這個 最後沒有 因為紙之後沒有關 那個也是沒智慧的 那就是觀呼吸出路出路出路 你一直這樣 那心安定而已 頂多得定 那也沒有智慧 所以我們的修行方式 是沒有智慧的 缺少智慧這一塊的 你看中國的佛教徒都是這樣修啊 那比如說念佛 念得清清楚楚 聽得清清楚楚 想得清清楚楚 但是就是道理不清楚 你看 是不是 那也一樣啊 沒有事的時候念佛法喜充滿 有事的時候念佛 怨恨充滿 那你有什麼辦法 煩惱充滿 你看啊 沒有事的時候 這個在道場裡面 這個佛妻二六十鐘 念佛念法念生 出了道場 二六十鐘 念貪念稱念痴 那有什麼辦法 你沒有 你就是我們的修行方式 偏離了智慧 智慧沒有什麼 就是聞思修而已 所以 永遠都是 永遠都是 誦經的 比聽經的多 拜經的 比讀經的多 念誦經的比讀經的多 都是這樣啊 那哪來的智慧 不多聞 不思維 那怎麼修 那最離譜的就是 常常有人跟我講 你們是研究學問的 我是實修的 你根本連修都沒修 因為實修 第一個就是聞思修 前面要聞 然後要思 你沒有聞 你沒有思 你哪來的修 你修什麼 那你不聞不思 慈禧念佛叫做實修 我們可以講 中間少了幾個字啊 你實在不知道怎麼修 這個是很常見的 我有時候就很感嘆 當然有些人就很用功 但都說他是實修 修苦行 穿破衣 吃不好 那麼很用功念佛 很用功持見 很用功禮遇 但是沒有多聞 帶著無名跟貪愛 我告訴你 你說你實修 你實在不知道怎麼修 那常見 我是這很常見的 那麼所以我們一定要把這個觀念扭轉過來 要不然喔 中國佛教沒希望 真的 而且沒有氣力 只注重氣機 眾生喜歡這樣 所以 叫做隨順眾生 隨順眾生是讓眾生 異於法 隨順眾生入於解脫 斷除煩惱 你是讓隨順眾生增長煩惱 照作邪見 增長邪見 這個叫隨順眾生 小孩子要吸毒 隨順眾生讓他去吸毒喔 不是 所以 隨順眾生是讓 普賢菩薩的恆順眾生 恆令眾生順於解脫 這個叫做恆順眾生啊 所以氣機要氣離 你只種氣機不氣離 你要讓眾生怎麼得到佛法的真實利益 真實利益 真實究竟的利益 而不是短暫表面的利益 不只是這樣而已 那麼這個是很重要的 多數的佛教徒 老實講沒有文師 那麼更不用講 就是智慧裡面 文所成 師所成 修所成 那麼他就算在修 沒有文師的狀態下 也沒有辦法成 就好像沒有正見正思維 文師嘛 沒有正見正思維 你哪來的正與正月正命 沒有正見正思維 你哪來的正念正定 沒有啊 沒有啊 你哪來正精進 所以沒有正就是什麼 就是邪 邪念邪定 外道也有啊 邪精進 苦行外道 那個就是邪精進 跑得越快 離得越遠 做得越多 錯得越多 不正確嗎 不正確嗎 那所以 一般來說 就是沒有 沒有去思維 所以他這裡講 他跟你講 他跟你講根本之後 要你怎麼樣 單善思維 觀察於心 這一點也很重要 你要常常觀察你的心 有沒有煩惱 這點就是說 我們先看底下 他說 所以者 常夜 心為貪欲所然 就不離貪欲嘛 常夜就是 無死結以來 我們最常說的 常夜就是無死結以來 我們的心 都沒有離開過貪 沒有 只是 欲貪色貪 無色貪的差別而已 那只是 貪愛 貪戀跟貪渴 就是 這個愛念可 層次的差別而已 原不原重而已 有時候 貪的比較嚴重 有時候貪的不那麼嚴重 從來沒有離開過 所以 他說 為貪欲所然 貪欲發展出來 其實就是 貪欲不成就是撐灰 那不知道貪欲所然 就是愚痴 所以 貪欲吃所然固 心腦固 眾生腦 心固 心境固 眾生固 好 那我們對這一句 心腦固 眾生腦 心境固 眾生固 那麼 比較常見的就是維摩結經的 心境眾生境 心境國土境 但那意思有一點不太一樣 好 那我們先講這一段 這一段說 我們之所以受苦 長夜淪為生死 不知古蹟 就是 我們一直在受苦 其實大部分的人都知道有苦 但不知道怎麼脫離這個苦 那想要脫離 那不知道怎麼脫離 那麼有這樣的問題 就是說 我們聽聽聽那麼多 我們也知道有煩惱 但是為什麼 我們也要斷煩惱 也學了那麼多方法 為什麼還一直起煩惱 這個問題基本上 有兩個層面 一個就是說 你解決問題的方式是錯誤的 那麼錯誤的第一步一定是沒有證件 然後是沒有證思維 不離開 不離開八正道的證件證思維 就是不離開 就是會就是沒有煩惱 會有三個層次 控制煩惱 調伏煩惱 解決煩惱 斷除煩惱 那麼 從控制煩惱到 從控制煩惱到 調伏煩惱它要一段期間 那麼我們可以說 戒劃定右範圍 我可以起煩惱 但不可以超出這個範圍 那個就是煩惱 你控制住了 控制在某一個狀態裡面 我沒有辦法調伏它 也沒辦法消除它 但是 我控制它在這個 就像 我們家的狗 我沒有辦法叫它不咬人 我就用繩子把它綁在那裡 它只能在那個範圍裡面 不能超出這個範圍 這個 這個儀教經裡面也有講 你家的牛 你不能都教導它 不要去吃別人的草 那 它看到草 它沒辦法控制它 那個牛就是心 我們的心 就是我們家養的牛 你牽它去吃草 吃完了 它看到龐佩奧草 它就踏過去吃了 結果就把人家的稻苗全部踏掉了 那不是造業嗎 一樣 傷害到別人的利益 好 那麼這條牛就是我們的心 那怎麼辦 就把它綁在樹上啊 就繩子 就 那個繩子的範圍就是什麼 就是 我們地的範圍 只吃我們家的 不要去吃到別人的 吃到別人的會有糾溫 那就是 你不能夠 你有慾望沒有錯 但是 你不要 慾望發展到 擴張到 別人那邊去 你要自由沒有錯 但是你的自由不能夠 傷害到別人的自由 你要全力沒有錯 你的全力 不能夠傷害到別人的身心財產 好 那麼這個就是戒 把煩惱控制在一個範圍裡面 那我們的心一開始必須要這樣 所以戒為基礎 是從這邊說的 但是 它煩惱還在啊 那麼有一天 那個牛吃得很壯啊 把煩惱 把那個繩子扯斷了 那個就是我們有時候 都撐心起來了 也顧不了那麼多了啦 就造業了啊 所以 它必須要常常留意 所以 慧基本上 都是慧了 控制煩惱 那我們說是戒 因為你知道要持戒 它也是一種慧 你知道這樣做 你知道這樣做 傷害眾生 犯戒之後 會給你帶來更大的什麼 痛苦 你知道這個牛 吃了人家的草之後 你要賠人家更多的錢 甚至會有很多糾紛 所以你知道 這個就是會 你知道苦 你知道 你還沒有 還沒有發生 你就知道 如果不這樣做 可能會發生什麼不好的事 會遭受什麼樣的苦果 所以 你預先把它規範住了 這個就是戒 進一步調伏 用方法 調伏它 讓這個心 讓這個心 不妄動 那麼這個就是定 最重要的戒跟定 都是為了要斷除這個煩惱 所以佛法的慧 我們可以說 慧就是沒有煩惱的禁 慧就是解決煩惱 因為煩惱就造業 造業會受苦 那麼 所以慧就是沒有煩惱 真正有智慧的就是沒有煩惱 它帶來的就是清涼 就是解脫 那所以 控制煩惱 調伏煩惱 斷除煩惱 那麼這些都必須建立在正見正思維 要如理思維 那思維我們講 思維有三個層次 要如理思維 要專精思維 要有利嘛 專精就是定 要如理思維 正見正思維 專精思維 然後要怎麼樣 要塑塑思維 你要不斷一次又一次 一次又一次 那你如果這個沒有做到 那麼 你雖然知道 可是 煩惱一來 你只是 你只是知道 浮光略眼而已 不深刻 煩惱一來 你還是一樣造業 可是你已經知道 為什麼我知道 但是我就做不到呢 為什麼我就不知道 應該應該不要這樣 但是我還是這樣呢 它的問題就出在於 你沒有塑塑思維 第一個 你心沒力量 心沒力量 來自於 來自於 第一個 你有可能 沒有 沒有用對方法 沒有如理思維 沒有專精思維 沒有塑塑思維 來自於這裡 就是 你已經知道了 但是沒有力量 那你的問題就出在 你沒有常常想 塑塑思維 這個前面有講過啊 我們來看 這個在哪裡呢 我們看五十八頁 五十八頁不是舉了一個屁議嗎 他說 他用調符這個牛 這個 這個牛來做B 他說 你看第一 不是五十八頁 你們的不是五十八頁 是四十六經了 講錯了 講錯了 我的是五十八頁 四十六經 我看第幾頁 九十七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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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一下九十七頁 你看 他說 第一個 不修方便 隨順成就 而用心求令我豬肉盡 就是沒有痛苦 沒有煩惱了 我們都想沒有煩惱啊 但是 你如果 你如果不修方便 就是 你沒有 用對方法 用對方法 那麼 你要 除煩惱 那是不可能的 好 那你知道用對方法了 那麼你看 你 你第二 一二 就是 四十六經 就是七頁倒數第四行 那麼 你已經 修方便了 你已經有方便 就是 你已經有用方法了 但是 還是不能除煩惱 就表示什麼 你不能隨時應軟 消息能軟 就是說 母雞在孵蛋 沒有一直孵著啦 她偶爾來蹲一下 蹲一下 長時間都沒在孵蛋 那個蛋怎麼可能會熟 那你是偶爾想一下 偶爾想一下 長時間都不想 那怎麼可能智慧會成熟 那個蛋就是你的智慧蛋 你天天孵天天孵天天孵 孵的時間 那母雞只是偶爾要吃飯 才離開一下子 離開一下子 馬上就回來孵蛋 那麼 我們 我們的心 偶爾會起妄念 思念不正知嗎 偶爾 但是 一思念沒有多久 又拉回來 放到正念上 如果沒有這樣 那也沒辦法 那也沒力量 就是這個思維沒有專精思維 沒有塑塑思維 所以它產生不出力量出來 所以力量最大的是 就是你要精進 信 敬 念 第一個你要先了解 有信 就是相信 你這樣做 那依著方法去做 然後努力 然後正念 精進到正念 然後非常一心 就這樣 不斷不斷相訊 然後最後智慧才會形成 才有慧的力量 就五根五粒啊 那麼 所以 如果你不能像這個母雞孵蛋一樣 隨時應暖 消息能暖 那麼 它就沒有辦法 那麼 雖然知道 但是煩惱 比你的智慧有力量 就是說 一旦起煩惱來 管不了那麼多 想不了那麼多 就變成這樣 那這是我們最常見的啦 那 所以 第一個就是 一定要 修方便 隨順成就 那麼已經修方便 還要勤修 勤修 習 就是說 你一定要精勤修習 那麼 才有辦法 如果你不這樣做 欲令解脫 這裡講的方法 欲令解脫 無有是處 沒有那個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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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樣 所以 你要善思為觀察於性 常常想 常常想 尤其遇到境界的時候 有時候想不來 因為境界太強 境界太強 一下子不能想 這個時候 你要有覺察的力量 趕快離開這個境界 沒有辦法離開 心 要處在一種 控制煩惱的層次 離開了之後 要進行 調伏煩惱的層次 要這樣 那這個字 就是說 一旦境界很強 因為比如說 他一直罵我一直罵我 其實我也會這樣 你如果罵我 我會自動進入 調伏煩惱的層次 可是 因為我們 跟層次會相對 你一直罵 一直罵 一直罵 越罵越厲害 現在我不理你 你當我是塑膠的 會像這樣 你一直罵 罵到最後 我們還是會相應 多少會相應 因為還是有煩惱為根 多少會相應 那個木頭 沒有知覺的 你一直摩擦它 摩擦到它都會起火 何況我們有知覺的 還不起火 還不起火燃燒 所以有時候也會 如果你剛開始罵我 其實我會 剛開始很詫異 然後會自己想 你在起煩惱 我會這樣關 但是你一直罵 一直罵 罵到最後 我不是調伏煩惱 我會很有覺察性的 要調伏我的煩惱 可是 當你一直罵一直罵 那麼 我的煩惱 原來是少少的 後來你一直罵一直罵 越罵越厲害 越罵越起勁的時候 我可能也會起煩惱 這個時候我還要進入 控制煩惱的層次 就沒辦法了嘛 那再沒辦法 我要想辦法離開 那真的沒辦法 我還是會起煩惱 起煩惱會怎麼樣 就進入思考模式 受想失 省力決定動方 要不要回它 不然沒完沒了 要不要呵斥它 要不要批評它 就開始心裡面 要怎麼樣對峙它 開始就這樣 那麼這個時候 如果還繼續的話 可能就照顏了 如果仔細想 我也有會這樣 我沒有辦法說 沒有辦法像佛頭這樣 就聽他講 聽他講到晚了之後 還跟他講 還跟他講說 你送我那麼多 不好意思我都用不到 你會去拿去慢慢用 那麼基本上 因為我們還是 雖然不是 雖然不是魚吃無聞 我們是魚吃有聞 就是我們雖然有聽很多經 但是還是在一種 半就是也不是完全 無聞魚吃那一種 我們是有聞 但仍然魚吃那一種 就是說 我們的無明灘啊 依然有 只是可能我們會控制 我們會調補 但是我們還沒有斷除 會就是除煩惱的 但是基本上 他是控制 控制煩惱 調補煩惱 調補煩惱 斷除煩惱 當你到了斷除煩惱的層次 不管什麼樣的境界 你都不會起煩惱 因為沒有那個根了嘛 沒有那個根了 可是你在調補煩惱的狀態 他如果境界強 還是起煩惱 境界的強弱 強跟弱 如果是強 他仍然會起煩惱 一定會起煩惱 要看他相不相應 跟煩惱相不相應 如果是弱 他可能就無動於衆 但無動於衆 不代表他不起煩惱 只是煩惱沒有顯現而已 煩惱沒有顯現 我們舉一個例子 就是比如說 忍辱先忍 金剛經裡面講忍辱先忍的故事 他跟他割耳朵 他也沒有傷害他 他跟他割耳朵 割手 割腳 只是因為他跟他的妃子講話 割力王就割他的手 我們常常會遇到這種境界 我也沒有講你怎麼樣 也沒有傷害你 只是因為你看我不順眼 那你就說我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那我們會覺得很無辜 很無奈 然後就覺得他無理 就會覺得這樣 那開始如果這種情況持續的話 我們就會起承認心 會的 那釋迦佛不管怎麼樣 他都不生氣 所以 因為這樣受寂 就是因為他已經斷除了這樣的一個承認心 那麼承認心斷掉最少是什麼境界 承認心斷掉最少是什麼境界 剛才不是講三國斷什麼 慾灘跟撐嘛 是啊 承認心斷掉最少是三國的境界 三國以上四國當然也斷承認心 但是最少我問的是最少就是三國 慾灘跟撐斷掉就是三國 所以我們有時候出國二國都還會生氣 因為不合理的事情他會生氣 當他生氣則生氣他不會造三二道的業 他不會造三二道的業 主要就是這樣 那麼 如果你沒有斷掉的話 你只是調虎會喔 另外一個就是 另外一個也是 就是談宅家臣的故事 就是他也是修訂五通仙人 五通仙人的故事 一個是忍路仙人 一個是五通仙人 佛教裡面有這兩個很著名的對比 忍路仙人是釋迦佛的本身 釋迦佛後來因為忍路 而正無聲 其實他得了無聲法忍 得蘭登佛受氣 就是他已經斷除這個煩惱了 那五通仙人只是調虎煩惱而已 只是調虎煩惱而已 他斷除煩惱 斷除了這個撐 斷除了這個撐恨心的煩惱 他已經斷除了撐的煩惱 那撐的煩惱相對的一定是斷除什麼 斷除浴灘的煩惱 一定是這樣子 浴灘斷撐就斷 好 那這個五通仙人他只是調虎煩惱而已 所以他有定啊 五通一定是因為有色無色戒定 最少有色戒定 最少有色戒定 就是有四常八定 他才能得五通啊 所以他是調虎煩惱的定 如果我們這樣來講這個是戒 這個是定 這個是會 那整體來講都是會 都是會 好 那個別來講 可能可以講戒定會 好 那麼 他只是調虎煩惱而已 所以境界弱的時候他無動於衆 境界強的時候他稍微起煩惱 可是持續的時候就起大煩惱 那五通仙人是什麼原因呢 五通仙人就是 他也是在王公的後面修行 跟釋迦牟尼佛忍入仙人一樣 在王公後面修行 隔離王帶著妃子去遊玩 看見這個忍入仙人 那些妃子都圍著忍入仙人在問問題 隔離王就嫉妒了 稱恨了 說他誘拐他 他說因為他問他嘛 如果我坐在那邊打坐 你來了問我問題 我待會兒會回答你啊 很簡單的意思嘛 但是他因為嫉妒心嘛 國王做習慣了 我說了就算嘛 我最大了 我說什麼就是什麼嘛 所以他就 他就 我們說白白薄 要把他拎到黑就對了 就是硬要栽账他 就是要誘拐他 他說 他是 他說我是個修行人 不會誘改你們的這一些女眷 他說你是修行人 你是說修什麼行 我修忍入 一講到忍入 他就說好你修忍入 我來試試看 你是不是真的修忍入 把他的手割掉 把他的腳割掉 把他的耳朵割掉 你還真的修忍入嗎 他說你真的沒有誠忍心嗎 我沒有誠忍心 你沒有誠忍心是你自己講的 也許你有你騙我 你看 沒辦法 這個讓我記得 我以前當兵 以前我就吃素 吃素之後我去當兵 你要知道 那個時候佛教徒很少 尤其是年輕的佛教徒少 尤其是年輕難重的佛教徒更少 以前那個時候 我去當兵的時候我就吃素 我們整營裡面只有我一個吃素 我們那營只有我一個吃素 所以他們都好像在看貓熊一樣 就稀有動物 就很多問題 有時候會故意知道你吃素 那吃素是為了什麼 吃素要慈悲啊 為了慈悲啊 不殺生嘛 慈悲嘛 吃素是為了慈悲 就是吃菜比較滋味 他就故意惹怒你 就故意刺激你 惹怒你 然後很多次就 因為你慈悲嘛 本來拿東西就給我的 你要慈悲啊 怎麼可以這麼不慈悲 就這樣 第一次忍他 第二次忍他 第三次忍他 第四次就忍不可忍了 就會這樣 他會講話刺激你 會講話罵你 你一個吃素 你一個吃素 都是台語的 你一個吃素的人 你怎麼可以這麼不慈悲 講到最後 我有一點點也起火了 你知道嗎 就是從調悟煩惱 進到控制煩惱的程度 後來就變成發作煩惱了 受想失嘛 失之後就做了 就發作了 就發作煩惱了 就煩惱發作了 就一直往後退 就一直往後退 會這樣 進階太強 一直往後退 就發作煩惱 我就很生氣 開始罵他 他就 他又忍一住 你不是吃素 你怎麼可以罵 我更生氣 我吃素還不能吹開 我更生氣 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雖然學佛 沒有懂這麼多道理 就是非常生氣 但是又很無辜 又很無奈 又覺得很委屈 實在是 但是又不知道怎麼辦 就這樣 那個時候還不懂這麼多道理 但是 我已經知道 那個時候已經有學會控制 但是控制 也有控制不了的時候 我就很記得這樣 那五通仙人也是這樣 但是那個時候 我們還沒有五通 但是他五通仙人很厲害了 進入調補煩惱的階段 我們那個時候 頂多就是控制煩惱而已 其實還說不上調補煩惱 那麼就是控制煩惱 不讓煩惱發作而已 不讓煩惱顯現而已 一般人是 一般人是在這個程度 就叫做善人了 善人 但是佛法要進入這個層次 就叫做敬 清敬 那一般我們都還是只是善而已 離二向善而已 但是修行要離然向敬 就不一樣的層次 那離二向善 離二向善 或者叫做離欲清淨 先離欲 然後再向清淨 那麼他基本上是 這個都是懶的 不好的 煩惱都是懶的 煩惱都是懶污的 然後沒有煩惱就是淨 我們基本上要離懶向淨 那我們是這個沒有 沒有少 煩惱沒有少 只是讓它不延續 不擴張而已 煩惱沒有少 只是讓它不擴張 那這個就進入 少煩少腦的層次了 所以佛陀常常問 有沒有少煩少腦 身心清安否 因為你少煩少腦 身心清安 那再進一步 如果你行菩薩道 就會問眾生易度否 基本上 基本上人家問答 就是這樣 那我們問答是 有吃飽嗎 有情好嗎 吃飽了沒有 我們是問這個 那麼 我們要講五通仙人 那五通仙人就是在那邊打坐 已經得五通了 他已經是調腐煩惱 但是他沒有聞五運五我的這個道理 所以他依然是帶著我見我慢 他只是調腐煩惱的層次而已 那麼一旦受到很強的刺激的時候 而且這個刺激是持續的時候 那麼這個煩惱就會從根裡面被挖出來 就好像你那個種子 雖然埋在那個冷凍土裡面 幾百年都不發芽 有一天被挖出來 它仍然發芽 一樣的意思 所以這個五通仙人在那邊打坐 他一樣在王宮後面 那個國王的這個王后 因為被國王忍弱 然後她心情很不好 她就跑去後山 就看見那個忍辱仙人 看見那個五通仙人 她就怪罪 我之所以 原來我之所以會 會被國王莫名其妙地罵忍弱 就是因為你在後面 因為那個五通仙人長得不好看 她就怪罪 都是你在我後面做怪 所以她就很生氣 她就去找一桶大便 倒在她身上 然後還念咒 念咒的意思就是詛咒她 就是我所有的痛苦 所有的倒霉不愉快 通通回歸於你 因為我之所以今天 因為她一下子過了教生冠言的日子 今天突然這麼不好 她找不出原因 現在原來是你後山有這樣一個搗蛋鬼 所以她就把所有的大便道給她 然後順便念 就是我所有的煩惱 我所有的痛苦 所有的倒霉 都還給你 因為都是你帶給我的 就有點像生出小孩之後 然後家裡不睡 就認為她是少走心 類似像這樣 這個就是非因即因 然後回去之後 沒有多久國王就怎麼樣 國王就開始不跟她計較了 她就覺得 這個方法好像有效 就這樣 你看這個忍路 你看這個武通仙人 她是有神通的喔 她是有神通的 她要處罰那個王后也很容易喔 可是她沒有 她扶住了 她不起煩惱 不起煩惱 初定之後 就是去把身體洗一洗 依然又坐在那裡 依然又坐在那裡 隔幾天大臣也被國王罵 大臣跟王后很好 他就跟他講一個偏方 就是這個偏方 你回去準備一桶大便 倒在後山那一個人身上 你的問題就會解決 那個大臣不太相信 可是因為也沒有其他的方法 姑且信之 反正大便是倒在別人身上的 他就去 看見真的那個仙人還在那裡 又把他倒大便 回來沒有多久 問題又解決 就這樣 就這樣 這兩個人 我們有很多時候也是這樣 送完一個經 參加一個法會之後 問題解決了 我們就會覺得 送金真的有效 做法會真的有效 有時候會這樣 這個叫做非果即果 真的 我告訴你 很多人都是這樣 因跟果沒有弄清楚 但是他可能是其中一個因緣 牽動你心的因緣 這個因緣又牽動其他一個因緣 但是你就歸結 所有的因緣都是因為這樣 其實是這樣 好 那這個後來 這兩個人過了一陣子 國王要跟隔壁的國家打仗 他們都跟國王很好 王后跟那個大臣 所以他就建議他 國王你要打仗這件事 不是小事 所以你必須要怎麼樣 要把所有在你身上 不好的 倒霉的這一些 都怎麼樣 都丟出去 那說要怎麼丟 這個哪裡能丟 沒有 可以 有一個方法 又告訴他 國王也不 原來也不相信 但是又覺得 要打仗這件事 萬一輸了 連國家都沒有 連命都沒有 還是姑且信之 你姑且言之 我就姑且信之 我們對很多事都是這樣 比如說 看風水 佛教不想風水的 你這個門 風水是來看 你這個門 要向東比較好 稍微移一點 你這裡要擺個東西 對你財運比較好 你佛教怎麼會這樣 佛教不講這個的 再興啦 再興啦 回去之後就慢慢偷偷給他改 我告訴你人都這樣啦 我看過很多了 真的啦 因為人家知道你學佛 你總是要表示那種 我是正見的喔 其實但私底下做的都沒有 回去 因為心裡面會擔心 萬一真的有呢 他說這裡要擺什麼 還是擺一下 我告訴你我看過的 十個八個都這樣 很難得說 你確認 確認 沒有懷疑 所以我發現 你要 單單要確信因果 就是我們叫做深信因果 多不容易 深信喔 深信多不容易 你多少還是 多少還是會聽啊 就算說你有一點懷疑 但是無法嘛 就聽一下嘛 反正也沒有什麼傷害嘛 那就好像說 我去一個地方 去國外弘法 有一個法師 他說 這個我之前也跟你們講過 他說 他有一個秘方 有一個方法就是的 他就是按摩 按摩這裡這裡這裡 然後讓你 讓你把業障吐出來 那我們佛教主都知道嘛 業障哪裡可以是吐出來的 對不對 我們說 我們誦經 然後透過誦經的力量 拜佛 讓佛加持我們消除業障 這個已經有一點點 不是那麼正信了喔 就是佛幫我們消業障 這個已經沒有那麼正信了喔 那你說 業障還可以透過人為的方式 讓他從嘴裡吐出來 可是 就是說 他也沒有真的吐東西出來 但是他說 這個 你會吐 就是表示說 你業障吐出來 類似像這樣 那麼 當然很多佛教主聽的 不相信嘛 但是有一些相信 有一些不相信 那有一些半信不信 半信半疑啊 那 你那些相信的人就去排隊 因為 就消業障嘛 就有一點 最常見的就是 以前我們潮山也是這樣嘛 就到上面 就像師傅拿香板 泰國也很多也是這樣喔 就 他號稱有神力嘛 然後 每一個人都有業障嘛 如果師傅 如果師傅打你 打得比較大力 就表示你業障比較重 那你會很歡喜喔 那 所以 有很多人就去 給師傅打 打打打打打 當然他那個打不會受傷的啦 但是也是打 那以前我們也是啊 就排隊給師傅打香板啊 就消業障嘛 要不然就是 排隊給師傅摸頭嘛 加持嘛 反正就是這樣 那麼 這種其實都是 不正見的 那我們說 這個排隊 然後 他就是很多人去排隊 給他 給他 給他消業障 那個業障的方式就是 我透過這個對你這個喉嚨的這樣的一個 一個按摩或怎麼樣 讓你想吐 那個就是 你會把業障吐出來 你吐那個會氣出來 就是這樣 那個就是業障吐出來 那個眾生啊 那個業力啊 在你裡面住不了 他吐出來 那麼很多人也信喔 很多人也信 那個半信半疑的 就想說要不要去 反正也不花 第一個不花錢嘛 第二個做了 也不會有什麼不好嘛 就是頂多沒有效而已啦 頂多無效而已啦 也沒有什麼副作用 所以很多人去排喔 那麼那一些 那一些半信半疑的 看很多人去排 就跟著去排了 導致於那一些不相信的人也覺得 誒 說不定有效咧 不然怎麼那麼多人去排 不然那個學佛學那麼久 怎麼可以去排 也跟著去排 我告訴你 就產生這種叫做效應 群聚效應 所以你看見一個 你看見一個很有修行的 你認為他很有修行 我去懂很多的人也去排 你要不要去排 人家讀那麼多都去排了 你有讀的比人家多嗎 你也去排了 你看 後來我就發現 所以人喔 人的愚痴 實在是沒有要衣就是這樣 那這武通先人 我們再回頭過來講武通先人 我看到的很多現象 我就發現到 要正見 要正信不容易 真的不容易 那麼這武通先人 因為你看那個王后 那個國王 國王也想 說不定有咧 就去啦 就派了一隊士兵去道大便 因為國家的事是大事嘛 所以那個武通先人你看 你看喔 王后去跟他道大便 他不起煩惱 無動於衷 大臣去跟他道大便 已經兩次了 他也無動於衷 最後 國王 派 派一小隊 可能七八個人 天天跟他道大便 道一個禮拜 他也無動於衷 夠不夠厲害 夠厲害 心有沒有動 有動 但是沒有顯現出來 他從調伏煩惱的狀態 進入控制煩惱的狀態 心已經在動 但沒有顯現出來 沒有爆發出來 沒有報復 因為他要報復很容易啊 最後 國王去打仗回來 你看喔 第三次 第二次持續很久 那種力量已經在鬆動了 第三次 第三次 國王打仗回來 真的打勝仗 又開始 非因既因 非國既果 打勝仗 之所以打勝仗 可能就是這個原因 那這個消息 原來沒有那麼多人知道 那因為軍隊有一隊的人嘛 有一隊的人去道大便的嘛 他回去會講嘛 就這樣傳開來 全城的百姓都知道有這個方法 那個忍露仙人還是在那邊打坐 不是忍露仙人 武通仙人 還是在那邊打坐 後來全城的百姓 一有不如意的事 就去那邊道大便 就去那邊道大便 最後 這個持續 強烈的衝擊 這個調補煩惱的狀態 就進入控制煩惱的狀態 控制煩惱的狀態 就進入煩惱發作的狀態 就開始非常生氣 就用他的神通力 讓傷奔地裂 整個城的人都死在那個地方 這個他叫做痰宅家城 他叫做痰宅家城 他有一個痰宅家城 他在講這個城為什麼 變成空城 他的原因是什麼 原因就是出自於這個武通仙人 但是他如果是忍露仙人 不會 那麼 他可能有幾個狀態 他觀察因緣 他離開那個地方 要不就是 他也不會升起痰症訓 他不會有 他不會到煩惱發作 然後造作 煩惱非常嚴重 然後造作三惡道德業 所以你看 他修了那麼久 修到那麼有成就 那麼 因為殺了那麼多人 因為殺了那麼多人 所以 依仰多善惡道 那麼 這個就是 我們在 我們在 我們在調伏煩惱 沒有從根本上 第一個沒有從根本上 那 只是表面 比如說你是修定 沒有會 你沒有會 你的調伏煩惱 只是定 你沒有會 你的控制煩惱 只是戒 戒跟定 都不能得解脫 沒辦法 沒辦法 他頂多讓你暫時 遠離三惡道 他不能讓你就近遠離三惡道 但是會就不一樣 會就不一樣 雖然你開始學 但是你有正見有思維 他控制煩惱 會進入調伏煩惱 調伏煩惱 會進入斷除煩惱的階段 那麼斷除煩惱 當然從三劫開始斷 然後五下分劫 五上分劫 就這樣 由懶到勁 由有為到無為 由有肉到無肉 就這個層次 那麼 現在 這個層次都從哪裡來 從正見來 文師修 聽文正法 如理思維 法隨法行 之後就怎麼樣 有正 這個我們叫做文字般樂 這個我們叫做觀照般樂 這個叫做實相般樂 這個叫做觀照般樂 這個叫做文字般樂 那基本上是這樣 從文字般樂 起觀照般樂 那觀照要觀照什麼 當然觀照這個身心啊 就這裡講了嘛 身心主要是心 主要是心 受想思嘛 受想思 那後面就有愛嘛 由這個生起愛嘛 愛生起取嘛 那麼基本上是這樣 所以你要先觀照 觀照這個心 那麼有沒有這些煩惱 有的話 那麼你要 你要如何控制它 你要如何調伏它 你要如何斷除它 那根本是什麼 根本是無名跟貪汗 那但是你不能夠說 我要斷灘灾就斷灘灾 沒有 灘灾從哪裡來 從感官面對境界 就是五根 六根對六成 那麼六四 那麼 直取 叫做五欲 那麼你煩惱 煩惱最初的 就是它有出有重 它有出有重 最初的要從五欲跟稱恨心 開始調伏 但是這個必須建立在正見的基礎上 正見正思維 所以正見正思維後面是什麼 正與正願正面 是這樣子 那所以你如果沒有 從這個地方下手的話 你基本上有心無力 知道做不到 然後就是一直 一直在勉強 但是你剛開始勉強 那你知道順這個方法去做 使則勉強 中則自然 那一般我們的問題在於煩惱跟習氣 就是有兩大問題 煩惱習氣 那我們的問題是 我們的習氣 就是一直在起煩惱 習慣起煩惱 起煩惱就是我們的習氣 那阿羅漢不是 阿羅漢是沒有煩惱 那依賴有那個習氣 那我們是 起煩惱就是我們的習慣 我們習慣起煩惱 遇到境界 習慣起貪 習慣起稱 習慣不思維 沒有道理 也相信 魚吃 就貪稱吃嘛 所以 起煩惱變成我們的習慣 變成我們的個性 那麼現在你透過觀察自己的心 知道他自己起煩惱 而且會控制煩惱 雖然也起煩惱 但他漸漸不是一種習慣 而變成如理思維是一種習慣 如理思維變成你控制煩惱 調伏煩惱 是一種習慣 那你看到境界 你自然而然 就生起煩惱 自然而然就生起煩惱 不知不覺就生起煩惱 他就是一種習慣 所以你必須要變成還是有煩惱 但是控制煩惱 調伏煩惱 先要覺察煩惱 先要覺察煩惱 這個控制煩惱 前面一定要覺察煩惱 先要覺察煩惱 然後控制煩惱 然後調伏煩惱 變成一種習慣 不怕有煩惱 因為有煩惱就調伏就是了 不怕有煩惱 就怕不知不覺 所以漸漸會產生 控制煩惱 如理思維 控制煩惱是一種習慣 那麼慈悲跟智慧會有染而生 自然而染會有 看到別人起煩惱 自然會對他起怜悲心 那凡夫就不是 因為你沒有覺察 你覺得這個人好可能 這煩惱那麼重 我也沒辦法調伏他 希望以後我更有智慧可以調伏他 跟他更有緣可以調伏他 你就會這樣的信念 慈悲智慧有染而生 而不是煩惱 就是貪愛稱恨自然而有 不是這樣 他就慢慢走不同的路了 那個就是改變 已經產生改變了 這個需要你時時提醒自己 我們叫做正念、正知 需要這樣 如果沒有 就剛才講的例子 那個母雞叫孵蛋 你常常想到我有蛋要孵 我有蛋要孵 如果公雞就不會這麼想 那怎麼有蛋要孵 母雞 我有小孩要照顧 你生小孩之前跟別生小孩之前 那個心繫在小孩跟繫在 我等一下要去哪裡看電影 我等一下要去哪裡吃什麼 今天小孩在家 還送小孩上學 那不一樣 天天想著 那麼一樣 我有煩惱要解決 雖然你也起煩惱 我沒有時間跟你的煩惱做計較 我的煩惱也要解決 我先解決我的煩惱 所以他就不會在他的煩惱上做計較 就變成把他的煩惱變成我的煩惱了 那麼這個就是我們基本上依這個經典 善觀 所以他這裡講 那他說要善 當善思為觀察於心 為什麼 為什麼要觀察於心 因為你的心都是煩惱 煩惱的總代表叫做貪生痴 那麼 所以你要觀察你有什麼煩惱 覺察 那麼這些煩惱 一旦有煩惱 你讓他沒有就沒有嘛 沒有 你善觀察就是你要先覺察 如理思維 那麼進入 然後之後要控制 讓他不擴大 不繼續擴大 然後再讓他減少 你先讓他不擴大 然後再想辦法讓他減少 就是調伏 壓制 然後再把他連根拔除 那麼這個階段可能要很長的時間 單單覺察煩惱成為一種習慣 有時候至少都要一兩個月 甚至三年 大部分 我常常覺得修行成為一種習慣 至少都三年了 就變成你自然自然會覺察 自然自然會覺察 養成習慣 那十年開始 可能就是進入另外一個階段 三個三年了 大部分會這樣 但是快一點的 就是還取決於你過去生的 休息狀態 就是修行到什麼程度 有的人很快 有的人就很慢 有的人正出國 一句話就正出國了 有的人聽了很多經 也不會正出國 那麼這個取決於過去的 但過去不管怎麼樣 我們現在努力熏習就是 那麼一定會讓我們 就是越來越親近 越來越有智慧 那麼這個是肯定的 你一定要相信 那麼所以在因果上 確立如是因如是果 是很重要的 那麼不要去做 我們說 那反正 反正有相忧有保備 就是說 反正我去讓人家 讓人家消業這樣 好像 好像也有好不壞啊 也沒有什麼副作用啊 有沒有副作用 有 增長邪健 增長愚痴 因為你在這個懷疑的地方 你參加就表示你相信 就好像說 你接收到一些訊息 像LINE什麼訊息 你會轉發出去就表示 你認可嘛 所以我常常看人家發給我的 根本就沒有證件的 他也發來給我 而且是很愚痴 他也發來給我 就表示他這個人沒有證件 你會發出去的 表示你認可這個事情 認可這個道理 你才會發給別人嘛 你哪裡說這個錯的 你還會發給別人 你看就發給別人分享 你分享的都是邪見 那麼就表示你在邪見當中 非因即因非果即果 你參加的沒有證件 那麼就表示你認同這樣的方法 是可以解決問題的 雖然你也懷疑 但最終半信半疑 你還是選擇相信 就是我們說的嘛 人講風水 一般人痴痴一疲 就是你佛教徒啦 可是實際上 你還會怎麼樣 你還是會相信 就有時候說嘛 我們現在在浮宴 有一個風水詩欄 都說 欸你們這個浮宴的 你們這個浮宴是個風水很好 是個保地喔 那麼很多人會去看嘛 看就看講 他講的就是說 嗯 你要記憶 你有去過浮宴 浮宴前面都是一排的浮宴啦 一排的浮宴啦 下面就一同事嘛 他就說 他就說 你這個浮宴不要撿 那個時候浮宴還沒那麼大 現在已經都密了 以前還沒有 以前我還在那邊讀書的時候還沒有 這個浮宴不要撿 才能守得住浮宴啦 財氣都在這裡 如果那個浮宴很疏鬆 那個有空隙嘛 浮宴會從這邊流出去 所以記得那個浮宴不要撿 要讓它長密起來 這樣整個那個氣勢那個風水就 把這個浮宴聚集在這裡 不會流出去 我心裡面在想 我們的浮宴要靠這幾顆龍膊喔 他就不用修了 這個龍膊長得不好 我們就沒有浮宴 這個龍膊長得好 我們就有浮宴 我們的吃穿喝要靠那些龍膊 要不要把它供起來啊 但是有些人就相信 那個龍膊不要撿 所以你看有一些喔 你看這一些 哎呀對不起 我時間過了忘記了 那麼你說 反正也沒關係嘛 你就不撿就好了 增長邪見 你相信嘛 不要相信這一些 你相信就相信因果 這個龍膊不是因 因為龍膊長大會有福報 守住我們的福報 這個不是果 所以你這一點 你不相信他 那你說你嘴裡說不信 那實際上 不要撿不要撿 還是讓他長好看一點 說是好看其實是要守住福報 福報要靠他 笑死人 所以這種就是什麼 這種就是你沒有確信 視地沒有確信 視地沒有確信 這個是佛教徒很普遍的問題 好 我們下課 我們下課了